10月的寶可夢活動來了 蒼翔 藏馬蘭特 暗影炎帝 首先就是我們期待的五星團體戰 明天9月26號就是蒼翔 出現在五星團體戰的時間喔 而且色違的蒼翔初登場很好看嗎 在9月26號到10月4號是蒼翔的登場時間 而且在10月2號禮拜三 就是蒼翔的團體戰時刻 晚餐的約會別錯過了 當然緊接在蒼翔之後就是 色違的藏馬蘭特要初登場囉 從時間就從10月4號到10月14號 一個禮拜的時間 當然在當週的禮拜三 10月9號也是團體戰時刻 晚餐的約會喔 別錯過了喔 所以在10月份你要捕捉色違的蒼翔 你還要捕捉色違的藏馬蘭特耶 你的綠卷準備好了嗎 金禮盒買了嗎各位 而且還有起源形態的 奇拉蒂娜登場了 還有好多人還沒有抓到色違 奇拉蒂娜呢 為什麼呢 在10月14號到10月28號 出現到奇拉蒂娜 而且在兩個禮拜 因為他兩個禮拜的時間喔 有10月16號禮拜三 還有10月23號禮拜三的 團體戰時刻晚餐的約會 等著你第一個禮拜抓不到色違 沒關係 你還有第二個禮拜的時間喔 當然在10月底 10月28到11月4號 就是達克萊伊啦 色違的達克萊伊 你抓到了嗎 對我抓到了 但是你有抓到色違 AV100的達克萊伊嗎 沒有嗎 那一定要抓啦 當然就是10月30號的團體戰時刻 禮拜三晚上 讓大家一起在一個小時的時間 一起捕捉色違的達克萊伊 時間28到11月4號 那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目前呢 就奇緣形態的 奇拉蒂娜兩個禮拜 其他就是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 這一段期間的 五星團體戰 在超級團體戰的部分呢 現在正在 我們準備期待啦 超級薩奈奪 跟蒼翔一起登場 也是在926到10月4號 主要是要他的超級進化能量 但是沒有色違的朋友 也是有機會在超級團體戰 遇見色違的 薩奈奪 但是機率沒有比五星團體戰高哦 那另外呢 超級火焰機也接在 薩奈奪的後面啦 10月4號到10月14號 超級火焰機 你可以把它學習到 呃 格鬥 的招式的屬性 或者是火屬性招式 看你啦 你要一個格鬥機 還是火焰機呢 哪一隻機都可以 好不好 那另外在10月14號到10月28 登場的超級 勾魂眼啊 勾魂眼的色違是金色的 所以啊 還沒有捕捉到色違的朋友 可以參加超級團體戰 但是 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那你也色違機率沒有很高 那主要是要超級能量啦 那有機會的話 你就可以捕捉到色違的 另外呢 在10月28到11月4號的 超級 詛咒 哇 哇啦 要有機會捕捉到他色違的顏色 就是這個顏色 好不好 還是以超級能量 呃 進化能量為主 那在10月的下半月呢 就是萬聖節節慶的感覺啦 所以都會 呃 每年每年 啊 寶可夢都會安排跟萬聖節有關係的寶可夢 所以啊 在10月3半月 呃 參加完了 呃 捕捉完色違的 帳馬蘭特 還有蒼翔 下半月就要迎接 Halloween的活動啦 當然 炎帝 又又又 登場了 又又又 三次又 啊 暗炎帝啊哈 19842480 天氣加成 然後IV100 6日6日 10月 萬聖節 10月6日 暗影炎帝 接下來就是10月的聚焦時刻還有主題活動 在10月的聚焦時刻10月1號禮拜二晚上6點到7點 就是豆豆哥的傳送兩倍糖果的獎勵喔 所以大家在這段拉登期間呢 好 禮拜二的6點到7點 豆豆哥有機會捕捉到色違的 好 傳送兩倍糖果的這個時間 等著大家一起來參加 還有10月8號的加勒爾的呆呆獸啦 進化 兩倍XP 他的色違是金色的很好看 在寶可夢的色違有金色呢 大家都想要來抓一隻天才天才 還有10月15號禮拜二的 捕捉兩倍星辰的摩摩咕 摩摩咕的色違有看過嗎 有沒有捕捉到啊 有機會捕捉 而且可以捕捉兩倍星辰的獎勵 另外什麼 10月22號禮拜二 有三隻寶可夢 我有沒有看錯 沒有沒有 你沒有看錯 有三隻寶可夢會登場喔 有鬼師 夜巡靈 燭光靈 這是捕捉兩倍XP的聚焦時刻的時間 就在10月22號禮拜二的晚上6點到7點 有機會捕捉到色違的鬼師 色違的夜巡靈 還有色違的燭光靈 只有1小時 還有10月29號禮拜二呢 目前知道的是捕捉兩倍糖果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寶可夢呢 期待一下 OK 那這就是10月2 10月每個禮拜二的聚焦時刻 當然在主題活動部分呢 我們現在已知的是就是10月4號到10月11號的 加熱的探險 就是說呢 要使用散布小薰香 有機會 捕捉到 有 遇見 色違的 加熱三神尿 目前我們已經知道情報了 就是遇到色違的 不會跑掉耶 真的假的 而且 不會跑掉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你的球夠嘛 聽說要丟到20球左右才有辦法捕捉到 你隨時要把握你的球 當然是高級球啊 好不好 大師球當然也沒問題啦 大師球一定捕捉到 好不好 目前已知的情報就是 遇見色違的 不會跑掉 只怕你沒球而已 好不好 都不知道你能不能遇到色違呢 平常都遇到都遇不太到了 還要遇到色違 所以大家 從10月4號之後 就會開放 散步小薰箱 有機會 遇見到色違的加熱三神鳥 所以 想要的朋友 每天 都要使用15分鐘的散步小薰箱 那10月5號的下午的2點到5點3個小時 就是 蟲寶寶 社群日嗎 期待吧 我知道你很想要抓是不是 等到10月5號 OK 色違的蟲寶寶 社群日 等著 你 那另外呢 在10月12號到上個月就已經公布了 呃 確定的超級團體戰日 那在 9月份 不是 是烈真兵 所以說上個月是團體戰日 下個月是超級團體戰日喔 是超級進化的喔 OK 不要再失望了好不好 已經抓了一串烈真兵的朋友 雖然有100 雖然有色違 但是你們 我們 要期待 呃 這10月份的超級團體戰日 那另外呢 10月15號到10月17號呢 我們 大概就是磁力研究 有可能跟電跟鋼有關係的 我只想到小磁怪跟自爆磁怪耶 這10月15到10月17的活動就讓我們期待一下吧 有詳細的活動消息 啊 也會在第一時間 分享給大家 還有 10月19號 2點到5點的 Research Day 上次大家抓了一堆猩猩猴子 還記得嗎 這一次要抓什麼呢 欸 不知道 所以要等活動消息才知道 又有 another one的 Research Day 就在10月19號的 下午2點到5點 3個小時 還有 好久不見的 Halloween 10月22到10月22 28號 是Part 1 28號到11月3號 是Part 2 為什麼要分兩個時間呢 一定是有不同的寶可夢嘛 所以說大家 這個是讓你滿滿 都有擁有那個 萬聖節的氛圍的活動 Part 1 Part 2 Part 2 Part 1 相信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那 我們之前有看到有極巨化的鬼師對不對 哎呀 不只這些啊 我是太早講 呃 鬼師有沒有機會出現在 一星極巨化團體戰呢 又或者我們可以看到 耿鬼的極巨化團體戰呢 那 讓我們 嗯 幻想一下啦 但是有可能也是會跟那個 誰一樣啊 鐵雅鈴一樣啦 三星鐵雅鈴 有可能是三星鬼師吧 我在想啦 好三星鬼師 然後就可以 極巨化到 呃 耿鬼 那 如果 可能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有看到另外一個消息 啊 就是 迷你Q 但是 每年的萬聖節 我們都期待 迷你Q 但是 他都沒有出現 那 2024年 有沒有機會 被遇見 迷你QQQ呢 那我們期待一下好不好 拜託拜託啦 那個那麼可愛 每年都不來 拜託拜託 其他遊戲都來了 就 Pokem Go沒來 來個萬聖節 迷你Q 跟你講 大家狂抓 就跟那個 眼狗狗一樣 假如出現團體戰的話 一堆人打 迷你Q 還有 26到27的主題活動 穿插在萬聖節中間的兩天 那也是一個 未知的 主題活動 也讓我們 期待一下 當然 還有 10月31到10月3號的主題活動 目前也是未知的 那 現在 已經有了一些 10月活動的雛形 也分享給大家 所以 10月 就是萬聖節的 月份 大家好好 Enjoying Halloween 沒想到 沒想到 今年 固拉多 來了兩次 第一次是 原始 固拉多 這一次 是 固拉多 那 固拉多 這次的登場時間呢 已經 從 9月14號 即將 要到 9月26號 要結束了 今天 就是 25號啦 今天是什麼 日子呢 是 9月25號 固拉多的 團 團 體 戰 時刻 今天是禮拜三的 朋友 而且 IV 是 2351 天氣加成 是 2939 Boss CP 5441 1啊 好 三個人有機會 哦 可以挑戰哦 五個人有機會 好 六個人以上基本上 都可以過 它是一個地面屬性的 寶 可夢 落點有水 冰 草 當然啦 你的原始 上次抓到的 高IV的原始 蓋歐卡 就可以派上上 用場啦 記得原始回歸你的蓋歐卡 還有超級巨爪怪的 加農水炮 傷害 真的好痛好痛 還有 超級水劍龜 還有一擊 你的暗影蓋歐卡 還有一般蓋歐卡 都可以 跟水有關的都派出來 有加農水炮的都派出來 還有 冰屬性攻擊的 象牙豬 也是可以的啦 還有一些什麼 草屬性的 超級喵花等等啊 蜥蜴王那些 你喜歡 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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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超級進化啦 因為超級進化 會讓你的CP變高 傷害當然也會增加 那 小招 尼巴射擊跟熔維 在不同的時機 都可以用 派上不同的招式 因應個人喜歡 那基本上 打火箭隊跟盜館 沒差啦 好不好 那特殊招式呢 這一次 沒有限定招式 火焰拳跟斷來之劍喔 所以如果這一次 你抓到IV100的話 你要學習到火焰拳 跟斷來之劍 是一定要使用 厲害特殊招式 學習器去學出來的 所以這次捕捉的 固拉多呢 是大智暴炎 地震 或者是 日光樹 我 切記 切記 當然啦 大家都會留一隻 2500的 那可以的話 當然就抓到IV100 灌到滿的CP是4 6 2 所以 今天晚上就是 2024年 固拉多 團體戰 你看喔 時刻的最終回啊 禮拜三 晚上6點到7點 one hour only 傳說中的英雄 明天26號就要登場啦 早上10點 開始呢 就有博士跳出來說 嘿嘿 你要選左邊的劍之路 還是右邊的盾之路呢 你選了之後 要記得使用薰箱啦 又是一個騙你 一直用薰箱的捕捉活動 叫你一直買 一直用 一直買一直用 好不好 但是 隨緣啦 隨緣啦 但是你還是要選啊 我可以不選嗎 你不選就沒有獎勵啊 不只寶可夢 好不好 那 劍之路 如果有你喜歡的話 像我現在比較有吸引力的就是 左邊的劍之路的 呃 色違的單手龍 還有色違的智灰星 智 智 那個那個 頭子猴啦 如果你上次 Research Day沒有抓到 色違頭子猴 你就選劍之路 那右邊 蹲之路呢 比較有吸引力的有 有有吸拉絲 呃有機會抓到色違的 還有 呃 智灰星 如果上次你沒有抓到色違 智灰星 你就選 盾 之路啦 記得選完之後 用薰箱才會遇到 左邊跟右邊 這六 各六隻的寶可夢喔 那 基本上 你 薰箱不夠 就沒了 好不好 就沒了 好不好 那 野外 也有機會 捕捉到 中間這一排的 寶可夢 欸 對 我昨天有跟你們講 一定要 趕快 收集 呃 第八 世代 玉山家的糖果 因為 10月1號幾句話來 你糖果就不夠用了 好不好 但是 雖然有 但是 也不是說很頻繁的出現啦 也要找一下 只能說 9月26到10月1號 看大玉山家 直接 啊 堵桌 可以的話就高級球抓 甚至 你 不要讓他跑掉啦 重點要他的糖果 因為後面要他糖果 會越來越稀有 所以官方會讓他 感覺很 呃 想要 但是 糖果又不多 你就是要一直抓 好不好 這個是主要的 因為10月1號 這三隻幾句話來的 你 除了進化第三階段之外 你後面的 極具招式 你還要去訓練他 訓練那個糖果真的是 一百起跳 啊 不是一百起跳 就是 很多啦 所以說 基本上 缺糖缺糖 好不好 缺糖果 那 主要在 傳說中的英雄主題獎勵 哈 就是明天 就可以將你的加勒瓦 瓦斯哦 瓦斯蛋 進化成那個 加勒瓦斯蛋 好 雙蛋瓦斯 但是 目前還不知道 愛你的可不可以 所以明天才知道 啊 進化只要50顆糖 哦 瓦斯克糖 那主要是 交換星辰 二分之一啦 那 如果你跟你的 好友 勇氣還沒那麼高 又要換那個 還沒開毒的 寶可夢 哇 有的要40萬 有的要8萬 那這時候呢 40萬只要20萬 8萬 只要10萬 只要4萬 但是也很多啦 還是優先 增加友誼 再交換寶可夢 是比較好的 所以 哎 坦白講 不一定要在這段期間 交換寶可夢 哦 不一定 不一定 除非真的 你有需要 我想要 反正我有40萬嘛 反正 交換 剩下20萬 也可以 可是你要問對方 要不要啊 對換 對方也要花 20萬啊 好不好 所以 雖然是交換星沙啦 那 你自己去參考一下 真的 值得嗎 那如果值得他就換 好不好 那 除非你抓到什麼 車尾蒼翔 別人想要 車尾 盪蘭特 呃 盪蘭特嗎 然後應該是蒼翔 然後蒼翔想要的話 你就換 他又沒有開圖 那 那 就 可以 交換星沙二分之一 你可能就 賺了一半的行程 那 活動期間 就是剛才阿拉講過 926到10月4號 有蒼翔 跟 差跡 莎奈朵 會 登場 那我們期待一下 一星團體戰 有 心靈寶 有機會捕捉到色違的哦 還沒有捕捉到色違心靈寶 年年寶 還有加勒的 不倒紅 不倒翁 還有加勒的小火馬 都會出現在一星團體戰 三星團體戰 有 爆焰 龜袖 還有 過年期間登場的老翁龍 的色違 都有機會捕捉 一星 三星 五星 超級團體戰 那 在活動期間呢 也會有收藏家的挑戰 會有主題寶可夢 還有額外的XP 天安任務調查呢 會有星塵神奇堂 以及加勒的呆呆秀 那這段期間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 呃 想辦法 啊 參加 蒼翔的團體戰 那在 webastore 會有 呃 4.99美金 的禮盒 哦 裡面有 三張 遠距 跟 一張 團體戰 特級對戰入場券 那因為一天呢 只有五場的 遠距券上線 那基本上一天就是買一次到兩次啦 那 真的如果 都沒辦法打 你只能別人邀約你 那你就只能買這一個 又先買 那你如果附近真的沒有的話 有國外的朋友咬你 就用遠距券 啊遠距券 就可以從 webastore 先買這個 4.99美金 一天只有五場 遠距券上線哦 OK 這些就是 以上就是 接下來的 寶可夢 活動 Inciting 來 來 每天一二三十五六日 記得看 RT YouTube